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科学新知的第三节 这一节跟大家讲一些比较与生物有关的东西 虽然大家在画面看到这个图 不知道大家会否联想起 像天文照片像银河 但当然不是 其实它是一种在显微镜之下 一种很独特的细菌图像 这个标题就是这样的 它说是找到一只超巨大型的细菌 这个细菌是很强的地步是怎样呢 你是可以用肉眼来看得到的 我们知道一向细菌的东西是看不到的 但它是很强的地步是可以看到的 你说如果是在微生物层次之中 可以用人眼来看得到的东西 其实是不算很多的 有人可能听过 那些动物的卵子 就算是一个超巨型的单个细胞的个体 如果你还要说到 连细菌都可以大到 连肉眼都可以看到 就更加是匪夷所思 但在这个微生物世界 多样性是可以很疯狂的 总体来说 你知道细菌会比病毒大 但你也会看到 有些超级大的病毒 可以大过那些比较小的细菌 也都一样有这样的现象 一切就是演化的结果 在今星期讲的这一篇 即是这样的新闻 它就说 这一个超级巨大 可以用肉眼都可以看到的 这种细菌 它是表现一些 我们从来未见识过的 一些新陳代謝的状态 那当然了 如果纯粹有个简单的发现 即是没有什么特别 但长远来说 因为它这种 那么独特的新陳代謝状态 原来是会有很多潜在的 一些生物学的应用 和一些知识 是留待我们发现的 让我用一个十多分钟的时间 很快地尝试去介绍一下 首先 这种巨大细菌 是在哪里找到的 它原来是由 鱼的那个胆 那些鱼的内藏 那个胆里面 就会寄生着一种这样的细菌 其实你不要说是鱼 就算人自己本身 那个胆 甚至乎整个消化度 和消化有关 里面本身就有很多的 微生物生态在背后 就不是说一定是有害的 而是你也听过 有些是会有益的 是一些益生菌 然后里面就会是 那些益生菌 对你有益 当然是帮助你 或者帮你把一些消化不了的东西 消化了 缸解了 帮助你去吸收 然后这些益生菌 和那些有害的东西 去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所以你会想象到 如果在这个长度里面 那时候的长度不好 那时候的长度不好 很可能就是这些 有害和有益的菌 那个平衡就被打破了 所以我们平时 每次吃一次抗生素 将里面的东西 杀完一次之后 肚萎 其实就是因为 少了一个正常长度 那些细菌生态 来帮助我们 去给出一个 比较健康的消化和排泄 这些是有关的 这些在鱼里面 找到这种超巨大的细菌 比起我们日常所知的 那些大长干菌 还要大很多倍 还有一个 一直令到科学家 很棘手的特性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培养不了 我们知道很多的菌 我们把它放在培养碟上 慢慢种一下 只需要上面给足够的养分 还有空气 放在一个适当的温度 湿度的环境 它就会越生越多了 但是唯独是这种很特别的 在鱼里面那种 Guts bacteria 就是在它那些 胆脏消化系统里面的 这些这样的细菌 是培养不了的 我们能够找新鲜 的鱼出来 拿它的内藏 我们能够找到它 但是它很快就 养不了 它就没有了 或者它根本就 不会再繁殖下去了 这里也都验证了 就是说 它在鱼的身体里面 一定是有一个 很独特的生态环境 在这里 才能够培养到它 出来的 好了 一种这样的菌 它有什么特别 它值得我们花时间 慢慢了解它 来去研究它 甚至认为它的东西是有用的 就是在它的独特生态里面 那 最初这些科学家 是想培养它 培养失败 所以每次去拿的样本的时候 都是要很新鲜 去创一条鱼出来 它们是希望能够搜集到 足够多的 这个活体的样本 就是它里面 还是一个 未被降解 未变坏的 一个细菌 它未被瓦解 于是乎里面的 基因资讯 还可以保留下来 因为很多时候 瓦解和降解 是什么意思呢 它已经是整个身体 被其他的微生物去拆走了 都破坏了 令到我们 拿不到一个 比较完整的基因资讯 就有个这样的问题 所以 为了保证这个方面的不足 于是乎 这里就要 要尽量在一个更多的 新鲜的鱼的内藏样本里面 去取得更多的样本 从而令我们 去找到 它的基因排列 它的基因排列很特别 就是它不同 一般的细菌 它会展现出来的特性 就是它会是 比较吸氧气 然后进行呼吸作用 所以就是 拿外面一些简单的养分 再加一些呼吸作用 将能量拆散 成为 自己的 维持自己的 生物上的平衡 那种状态 很多时候 这些细菌 细胞里面 会有些叫粒线体的东西 其实就是 细胞的发电厂 我们就是用一个 这么简单的图像 来理解它 但是这种超巨大的细菌 它是很特别的 它的能量 它的机制 和我们一般理解的很不同 甚至乎我们一般 去培植它的环境 也不适合它 原来它就是 非常之能够适应了 在鱼的内藏里面那种状态 尤其是那种 比较高炎度的状态 在它的生存环境里面 其实非常之多 那些叫做 sodium iron sodium 即是蜡 即是我们食盐里面的 其中一个离子的成分 里面是非常之多 所以你会预期就是 在它的咸度 比较高的环境 和整个水流 即是咸水的水流 一直是比较旺盛的环境里面 往往最适合这种细菌生存 这种细菌有一个独特的能力 就是说 它不是纯粹分解了一些养分 然后自己用了就算 它也有能力将一些东西发酵 那你也知道 如果我们说将一些东西发酵 那么很多时候就是 那些细菌 它们自己本身也结合了一些 它有酵素的能力 于是乎 就能够将某一些物质 去分解 去变质 就好像我们去让走 或者有些东西发酵 那个情况一样 就是由生物自己本身 去能够产生一些酵素 来将一些去分解 那么同样 这个细菌 它也有这样的能力 而且它很独特的地方 亦都引申到 为什么我们后来 会觉得这种东西 可能会有些用 就是由这里开始说起 就是它不是单止 是好像寄生虫 那样吃一些 已经由鱼吸收了的养分 即是你说如果养分 本身就是由鱼去自己 吃其他东西 拆解出来 然后你的细菌 要吃那些东西 其实有少少似寄生的状态 但它有没有扮演到 另一个功能 原来它就有能力 是将这个 海组 那些组类 它组类里面 有很多的 这些 纤维 就是好像我们吃一条菜 很多时候的菜 为什么我们认为 是对我们的长度 会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 贪吃它里面 那些植物里面的 纤维素 不能消化 于是乎 那些纤维 就帮我 就可以更加 容易地 将一些脏子 由 消化系统 带出体外 但是其实 地球上 很多的生物 它们是有能力 连那些 植物的纤维 都可以去 分解 令它成为 它自己身体的能量 那 譬如说 鱼 我们都知道 很多鱼是会吃海藻的 它们可以吃海藻的原因 不是说它们想清腸围 而是它们真的有能力 将这些 这样的 海藻植物里面的 纤维去消化 那你说 在地面上 其实有很多 生物是可以的 即是你说 如果 红猫 这些 牛 这些 这样的 动物 或者是兔子 它们身体里面 它们的胃都有一些 酵素 是可以帮我们 将那些 纤维 分解 成为一些 简单的糖分 于是乎 它们吃粗纤维 就可以变成糖分 这样吸收了 那 这个大自然是很多 差在我们人 就不可以 当然 其实每一种的生物 去能够分解到的 那些 像淀粉 糖分 那些纤维 能力各有差异 那 对于 这样的细菌来说 你会发觉 它往往就是 帮助了一条 鱼 去消化 这些 藻类 这些 成分 令到 这个鱼 能够吸收到 这个藻类 纤维里面的养分 将这些 複雜的纤维 拆散了 变回成糖分 于是乎 吃一个无味的海草 对于这条鱼来说 就像吃一粒糖分 那样 就有糖分 在里面 其实来到这里 你已经看到 这种超巨大的细菌 对鱼本身的好处 在哪 它基本上是 帮鱼吸收更多的养分 有这样的能力 刚才也说漏了一个 很独特的特性 我们看细菌繁殖 很多时候是看一粒 裂造两粒 我记得 就算看那些 益力多些 活性乳酸菌 去怎样分开 就是一条 突然之间 中间套进去 然后那两条 就双切棍 断开 变成两条 这种是不是 典型的细菌繁殖方式 这个是 但是这种 超巨大 在鱼的内藏 存活的菌 又给大家看一张图 就是在繁殖分裂的时候 那个状态 大家有没有看到 很独特的图像 它不是说 由一粒中间 双切棍裂成两粒 而是你看一粒 一个枣圆形 是不是有很多 小的枣圆形 很有趣的 这种细菌 它的繁殖模式 就是 一粒里面 首先预制着十二粒 有一粒在背后 然后 这一粒的细菌 在里面 已经是 繁殖得够的时候 它们就会 游出原本的壳 一粒就会爆十二粒 就是 图像有点恐怖 但是你不要管 这个本身 对于鱼来说 也是一个 好的伴侣 它这种繁殖的形式 又和我们一般的细菌 理解又会有不同 而且它自己本身 它这种生物 它是有些 涌无状的 这些东西 令它可以是 周围游走 而且 随着周围的环境 更加多 纳的这些类子 它就会游得更加生猛 它既是一个有能力 将东西分解 发酵 亦都是有能力去游走 亦都是很适应 在鱼的内藏里面生存 这种生命体 那它就好了 我们研究它 了解它的基因图谱 全部拿出来 知道它基因的不同部分 如何赋予它有什么功能 其实有什么用 我就会说 如果对于任何一个生命 你能够找到它的基因资讯 而且找到基因资讯 给它的功能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可以 你已经很清楚 它里面各个零件部分 如何组成 现在我们未来的世界 其中一样 我们都会很注意的一个技术 就是说 如何将一些生物材料 转化成为燃料 譬如说 现在我们也有人 不停地去研究 如何去养这些海藻 养这些海藻来做什么呢 就是拿来给人类做燃料 你说养这些海藻 我们将海藻做干它 然后将它当柴烧 就是理论上可以的 但是这个不是好的方法 为什么呢 往往就是 你要将那些海藻做干的时候 就会耗费时间和能量 所以这个也是 发展生物能源 用海藻来做我们人类的燃料 其中一个技术难关 你怎样可以很便宜很快地 将海藻做干 于是乎 剩下来的那柄 就可以成为燃料 去用呢 因为海藻里面 含有很多的纤维 很多复合的糖分 你烧它是会 熟的 但是有没有一些另类的方法 不如这样 我如果有能力将海藻里面的纤维 首先分解成为一些简单些的元素 而那些元素很可能就是一些 不一定是糖分 甚至乎是一些 液态的燃料 例如是什么 酒精 那么我将这些东西 将那个原本 是纤维的东西 加一些的过程 令它直接可以分解成为液体的燃料 那么我中间便不用那么辛苦 将它又变成为 又整干它 又要将它再提煉 变成为固体或者液体的燃料 所以在这里 我们透过 我们很希望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这种这么古怪的细菌 了解它里面的基因 了解哪一种基因 可以赋予它一种独特的能力 将这些东西 降解、发酵的话 然后将这些基因 可能移植到其他细菌 的时候 会不会更加有效地 帮我们将一些 原本没有那么容易 可以用到的 生物燃料 变成为生物燃料 其实你会发现 这种微生物研究 加上基因技术 原来我们最后可以 帮我们做一件事 就是做这个 再生燃料 去到这样的 其实在由微生物 如何去研究出这些 再生燃料 令到我们可以用一个很便宜的方法 来将这些东西 去降解 变质 最后是可以拿到这些 酒精 甚至乎是由石油 才提煉出来的燃料 其实也是在微生物化工 一个很重要的专题 来的 究竟 未来这些东西 带到我们有多少的知识 我想 研究的 留意的方向 一定是 再继续需要在 基因研究 还有 你又要看看 我们有没有能力 将我们认为有用的基因 再剪接到其他 的微生物上 来帮我们 达到最后的效果 那么我们 这节的内容 来到这里 我们下节也有些 很有趣的内容 跟大家介绍一下